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 跟大家報告好消息 今天這個第二天沒有這個本土確診病例 不過危機依然沒有解除 那今天蠻多人提出說 這裡面可能還是有一些破口 那麼所以我們依然要非常的小心 那麼有哪一些是破口呢 等一下我們來這個討論 那麼今天我看桃園市政府做了非常多 非常嚴格的防疫的升級計畫 那有醫生說 據說出來哭著說 看不到這個終點 那到底什麼時候是終點 還有這個目前啊 這個桃園醫院的這樣的感染 我們應該要觀察到什麼時候 桂泥農曆過年 是不是一個非常這個值得擔憂的地方 那這個楊智良啊 前署長出來說 台灣兩三國外奧 會像日本一樣的嚴重 那為什麼他會看得這麼的糟糕 那到底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可是不得不這麼多人隔離的時候 吳思法又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誰去買菜 誰來做家事 另外是這個和平醫院 2003年的這個封院到底是誰下令 馬英九現在甩鍋給中央 可是中央這個民進黨又提出了很多的證據 說這是馬英九做的決定 那麼另外是邱淑提啊 說這個當時SARS的病毒是民進黨把它從香港放進來的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討論邱淑提 當時啊有多少這個作為大家是非常反感 那陳建仁前副總統他也是公衛的專家 他接受了半島電視台的訪問 他對很多事情提出了一個很專家的看法 很值得參考 好那麼有關這個疫苗 那麼中國說他們打算輸送給台灣 他們準備好了台灣準備好了沒 那麼目的這個是什麼 另外是美國跟中國的軍機啊 今天在台灣海峽交錯而過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CNN說 這個中國連續兩天派了二十八架戰機 在我們的西南空域的騷擾 那這是拜登政府最重大的外交挑戰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松山雷達戰 因為小英總統說感謝他們 一年幫我們偵查出兩千架的中國戰機 四百艘的這個中國戰艦 那麼讓我們得以把它驅離 那麼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來賓 有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王定宇王委員 鴻英大哥大家好 好另外呢是政治學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師 鴻英哥好 大家好 好以及這個北醫學育腫瘤科兼職的 前衛生署的副署長李龍騰 當時就是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迪當局長的時候 那麼當時的衛生署副署長就是李龍騰 等一下他也會馬上到 那等一下還有國民黨新北市的市議員 中華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的秘書長王志勝老師 還有十四評論員黃毅中都會加入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的是這個請大家看 這個是整個醫院都已經被列為紅區了 整個這個布立桃園醫院 可是現在有人說十一樓其實是護理之家 可是現在還在運作 根本沒有被列為紅區 所以是有這一個憂慮成為破口的 來我們來看衛西亞 出來的樓 布桃病患移出全面清空消毒 怕的就是環境接觸造成污染 但醫療大樓十一樓護理之家卻一度被遺漏 十一樓的護理之家它是獨立運作的區域 然後我們也經過這樣全面的一個採檢 目前沒有要針對十一樓的住民或是員工 把它列入這個居家隔離的床列人的開箱 它持續做這個健康健康 這一層人員不需要居家隔離 故以這家內四十九名臥床住民 四十名人工外加先前轉出的病患 總計九十八人全陰性 剩下一名清潔工採檢周 我們要看一個情形 不過目前沒有會想的計畫 因為它那個本感染的時間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到底是不是有一些無症狀感染者 幾生沒有幫忙過錯的感染者 或是說是不是有感受 間接接接觸的傳染 如果整個大樓有間接接觸傳染的疑病 當然就是不管是住在哪一個地方都感染 在檢疫疾難的時候 做第二次的病患改顯是比較保險的一個錯誤 環境乾不乾淨 還得等院內醫護血清篩檢結果才能判定 不過境外本土夾攻 陳時中也說盡力不能走 昨天到今天 世界確診也正式過一面 在降臨和延續的情況 在球中中外 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 我們都會還會繼續再延續 非本國籍人士持續禁止入境及來台轉機 社區內也全面擴大回溯 目前已匡列超過3000人 這幾天還會持續增加 相關接觸者一個都不能囉 我先請教一下王委員 我看那天是說 整個病已經列為紅區 那一棟 那一棟 所以現在十一樓到底 護理之家還在運作 現在就是說 他把範圍擴大 所以像原來十二樓 我印象是外科骨科的 因為有一個不確定的感染源 所以他把整棟列為紅區來處理 那列為紅區有進出的 有接觸的來門診的 他就擴大到5000人 要居家隔離十四天 那他剛才陳時中在講的是 裡面有一些臥床就住在那邊的 第一個 他不會成為傳遞的來源 因為他不會燙燙 那我們要保護他的健康 所以去移動他 反而對他不好 所以大概對這個桃園醫院 來處理的意思就是把原來有確診病例的樓層列為紅區 其他沒有問題的列為綠區的那一棟建築物整棟列為紅區來做管理 那因為這樣管理所以人數擴張 那現在是連續兩天 沒有本土病例 兩天零嘛 我講那個 我頭到節目還沒開始錄 我們在那邊聊這個心情 我在路上旁邊的人不見得認識 我光看到說第一天本土病例零 我一想今天零 你知道那個旁邊的人 YES 你那感覺就覺得 好像有個心頭 短暫放下來 同州一命 就是我們是同個國家的人 這個國家好 我們會一起高興 這國家面對痛苦的時候 我們一起難過 然後今天又零 我剛才在看下來 一樣 就講說今天零 旁邊的人會關心說 本土還是境外的 現在都在內行 說這個本土的零 你看那個表情 真的 那個表情 你也不知道他什麼行業 我們在上面 他說讚讚讚讚 再一個再一個 那種不是為了零而累積零 是慶幸自己的家人 每一個在面對疫情 都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桃園的家人 又平安過一天 我真的建議大家 我也不想罵來罵去的 在防疫上如果資訊不充分的 就接受防疫指揮中心的指揮 我們做好自己該做的 該洗手 該戴口罩 那至於要提供意見的 像醫生這種專業人士 投入防疫的 進到那個專業意見 然後出來的指令 一致 不要說 那不好了 那人有的 不用去買菜 這種不一致的聲音 其實會讓防疫的人 或遵守指令的人 有所懷疑 對我們防疫不見得是幫助 所以 但我要請教醫師 因為我看 我也是看媒體報導說 這一波的 這一波的病毒 大概都兩天到四天 症狀就會出來 對 那因為兩天到四天 症狀就會出來 我們這個所謂的一般人 沒有醫療專業的人 我看到已經兩天 本土病例臨 我才會有那種 希望 兩天 可能危機要逃過 再來三天 再來四天 那最危險的四天先度過 但不能放鬆 我們後面還有兩個七天 兩個七天再加七 然後再度過農曆春節 就是說那一個部分 要根基於專業 我們來做判斷就是說 如果這一波在 布立桃園醫院 大概都兩天四天 CT值 我看那個都在十四到十七中間 那現在第二天的零 這很有意義 那我所以請教吳醫師 因為剛剛王委員 其實這個意見很好 就是說 以前我看到說 他潛伏期是五到七天 那現在說是兩到十天 這個比較短 那所以現在是不是說 感覺上好像有一點 過了一半的感覺 是的 其實這個病毒 潛伏期越長 其實我們隔一的時間 要越久 所以這個反而發病快 也不是什麼壞事 那就是很快症狀會出來 那其實我在心中 大家昨天 就這個禮拜 我們匡列的人數從五千人 擴增到一萬多人 其實我心中就在想 就是想要給大家打預防針 就是說這一萬三千人 如果在未來這兩幾天裡面 零零星星有發作 這個其實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已經把範圍 已經放到這麼大了嗎 對 防火牆都已經建好了 你在這裡面 我想未來再出現一個幾個個案 那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被我隔離 是的 你現在被我隔離 你發病也沒關係 對 所以說其實未來我相信 一定還會再有的 不可能還是不可能是零 應該零零星星 應該還會再有 可是 那我跟你賭 我們就到這裡為止 就到這裡為止 你確定接下來會有零零星星的 我覺得 因為這個病毒無孔不入 因為它很小 會到處跑 所以這個隔離很重要 是的 你這個框框框大一點 不是壞事 那反而外面的反而就更安全了 對 我們搞清楚敵人是在哪一區 那個紅區是在哪一區 那另外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 那個護理之家 其實我覺得 大家真的是不用太恐慌 為什麼 紅區 大家知道紅區 他這些已經 整棟都變紅區了 可是紅區的這裡面的人 是陸陸續續都要去治療了 而且這紅區是慢慢 治療好了就出了就出了 所以紅區每一層一層 都會去隔離去消毒了 所以最後紅區 兩週到四週後 紅區就全部會變綠區了 我只要保證在這個 未來這個幾個禮拜當中 這個這一層的 這個護理之家的管制 能夠做好 因為這個病人 大部分都躺著都不會動 所以這個其實反而他們是安全的 而且這時候要把他們弄出來 因為我爸爸去年要去找護理之家 其實轉出來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現在所有的台灣的護理之家 幾乎都是滿床的狀態 只要出一個你才能夠進一個 那這些老人家這些住民都已經住很久了 所以周轉率其實很低 你那個幾十個住民 你說現在忽然間要找護理之家把它轉走 我覺得真的是不容易 然後反而是這時候在這裡面 放在裡面反而是安全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管控 它會有傳染的這些途徑 老實講那個住民 現在住民的那個管制 進去都是一定要有門禁管制 而且每天會客的時間很短 之前我要去看我爸爸 每天就只有三十分鐘而已 只能看三十分鐘 對 本來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一天可以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後來就是管控很小的一段時間 就那三十分鐘 那現在可能會已經更嚴了 只要把隔離做好 不要把病毒帶進去 其實我認為這個 其實他們在裡面反而是安全的 我們就是度過這一段時間 然後這些住民真的不要去干擾它 人家老人家在裡面 很好的安心 我們真的不要說 以為我們很聰明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們防疫中心的這些專家 難道沒有考慮過嗎 他們一定都有考慮過這些事情 那去判斷好處跟壞處 那最後認為說 我們維持原狀 這樣子可能對他們是比較安全的 范老師 我想今天看到歸零 可能歸零糕又會大賣了 我也要大賣 我們上次才吃過歸零糕 覺得上好像一個全國的喜事 對 真的是喜事 大家都在等待今天下午兩點 因為我不需要講 真的是喜山溫暖 禮拜天我們才看到了這個八八九 大家為什麼會很壓抑 因為找不到源頭 對 那真的整個大家是陷入一個心情的谷底啊 那好像是已經要從這個醫院的感染 要走向社區 大家有種擔心嘛 憂慮 結果兩天都是歸零 大家現在心要放下 但是我認為我們還是不能鬆懈了 還是要持續觀察 但我覺得這一次 這個不能鬆懈還是由我們每一個人自己做起 對 那我覺得其實這一次這個從1月12號 這個838這個醫生的感染 我覺得是從去年這個武漢肺炎以來 我覺得應該算是我們的第四場戰役 但這場戰役是比過去三場都要嚴重 第一場戰役大概我們都要就是去年2月3月的武漢的包機回來 那時候哇這個飛機都從中國過來 大家也很緊張 第二場就是鑽石公主號 也是在去年3月 從日本過來 還停過我們基隆港 第三個事情就是去年4月的磐石艦 所以從4月開始就沒有再發生什麼大事了 我們大概也就鬆懈了 覺得啊沒事情了 但是這三 前面三場戰役我們打得很漂亮 可是這三場戰役我不曉得講 它相對是好打 這一次的這個逃逸的事情 其實更是考驗陳時中的他的決斷能力 那我必須要講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在這 因為從1月12號83到今天 剛好兩個禮拜 我認為整個逃逸 我們的處置方式是按部就班 一開始整個管制中心進去 然後開始分艙分流 把病患送到其他醫院 其他醫院也願意接待 也接納 也沒有排斥 所以然後再加來 就是把醫護人員回到醫院裡面做檢測 而且一次檢不夠 兩次三次 然後讓他們在裡面隔離 然後再來做全面性的清潔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 SOP非常完整 我不曉得吳思淮昨天講 他說不逃失守 受到政治凌駕專業 只看到見招拆招 左之右出的慌亂 我覺得沒有慌亂 我覺得我們其實整個的控制 是非常的擠然有序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時候 今天我們看到 我覺得現在主流名義是很清楚 邱淑提說 哎呀我被這個網路霸凌 我什麼 我講的話 大家都蜂擁來罵我 我覺得 你說那是什麼民進黨操作 我覺得不是 那就是整個主流名義 現在是往這邊走 如果你是善意的提醒 我覺得大家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有政治立場 在發言的話 很快就會找到大家的批評 好 那麼這個今天 也有人這樣這個質疑 就是說 889 案889 住在12A 這個60幾歲的男性 那麼他傳染給他的太太 8890 那這個889 因為他出 從桃園醫院出院之後 他後來因為不舒服 所以他要去別的診所看診 他說 其實這樣子 是不是其他的 這個別家的醫院 或者診所 其實也很危險 來 我們來看貝西亞 布里桃園醫院 爆發群聚感染 案889 就是在1月11號 從布桃出院 23號 在其他醫院就診後才確診 由於他曾在兩家醫院就診 也讓不少人回想起 2003年的SARS案例 我們需要 上面的衛生官員 跟我們直接對話 2003年SARS疫情爆發 和平醫院無預警封院 當年曾有感染者 去過多間醫院看診 導致和平 仁濟 台大 高雄長庚等等醫院 紛紛成為重災區 前和平醫院 急診室主任張玉泰 也是當年抗煞的第一線醫護 他也強調 出發病毒 隨著患者傳到另一間醫院 那個傳染力強 然後進進去的絕術 當然他的病毒量就會多 病毒量多的話 進入我們人體裡面 你稍微是體力比較不好 免疫力比較不好的人 他可能就很快就發病 還好去年健保署 在第一時間打造出 完整的看診系統 健保卡自動註記 換著看診記錄 醫院門口就先設有 這第一道關卡 但像陪病者或探病者 因為沒有被註記 恐怕成為匡列的漏網之魚 還是誠實已告接觸史 避免成為防疫破口 所以我想再請教一下 這個吳醫師 有沒有可能 就是這個889 他去別的診所看醫生 那可是他那時候 可能應該已經是 已經是帶有病毒了 對 這個是有可能的 那只是說現在我們醫師 基層醫師的敏感度 其實都非常高 大家可以想一想看 我們有多少件 社區感染的case 是由社區醫師提醒的 發現說這個對 不對 問病死怪怪的 馬上就叫他要去哪裡了 我們在過去 大家可以想一想 這病毒真的是無所不在 那我們除了在這個中央 從確診者 從入境的時候就管控了 其實我們的每一個小小的 這個基層醫療院所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環節 他能夠讓這個漏球的時候 漏網的時候 去把這個球把它補起來 那起碼這個病毒 它會造成你的一些不舒服 或一些症狀 那這些症狀在基層醫療院所 其實在這一次的這個疫情事件 我真的是覺得說大家幫了大忙了 都是這些基層的醫師 他們憑藉著這多年的經驗 以及對這個疫情的一個敏感度 能夠提醒 然後及時的來補證 把這些漏網之魚抓回來 所以我相信大家要相信 我們醫師的專業 那因為我們其實醫師 我們比大家更怕 那尤其是在基層醫療院所 我回家 小孩子都住在一起 如果我們前線中獎了 中標了 那你後續有家人怎麼辦 我小孩子去上學 被同學歧視 一樓整所二樓住家 那所以說這個其實 我想大家不要小看 我們這個基層醫療院所 其實現在是覺得說 有一些人會覺得很奇特 如果說當年十八年前的SARS 突然之間全民沒有防範 全民不知道 所以一出事之後 一失控 造成大家驚恐 可是我們到現在為止 已經防了一整年了 台灣之所以防得好 除了第一線的醫護之外 全民的警覺性有多高 當然我們相信 可能在這中間 可能有一些肉絲 可是我們去年一整年 有實力 完全找不到來源 但是我們還不是守住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我們提高警覺 匡列下去 在這樣一個時間點裡面 如果能夠過了這一關 那就是代表我們台灣 繼續守下去 就算有肉絲 我們去年有實力 甚至還有酒店旅公關 有那個高級社區的保全 那些可能接觸很多人 因為他還做一些傳銷的 做一些事業的 或他們接觸者比較多的 都沒有事 包含去年有一家醫院 裡面也是有一個狀況 所以我是覺得不需要恐嚇台灣 那現在最可怕的是什麼 好像有一些人 就是希望說恐嚇台灣 下台灣 然後就怎麼樣 然後說出來的點子又很奇怪 比如說像楊志良好了 楊志良你講那個後面四點的 那個專業的討論 其實還可以討論 但是什麼叫做我們會跟日本一樣 日本在25號的時候 你知道多少人嗎 一天增加2785人 我們怎麼會跟日本一樣 我們有到這樣一個量嗎 沒有嘛 還半年 兩個月之後一定會有 然後說有引力 你告訴我到底引力了什麼 如果你有引力 早就已經是到處都是一樣 到處都有病人 因為這個病毒是不會騙人的 他怎麼引力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時候 最可疑的是 把我們不是只是針對陳時中 不是針對民進黨 而是把全台灣2400萬人 這一年的努力 通通践踏 這才是會讓人家那麼憤怒的原因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今天桃園市長鄭文燦宣布 就是說這一次 反是醫事人員 因為醫療照顧而確診者 發給慰問補償金十萬塊 那居家隔離 每位發三萬塊的補償慰問金 代表是政府對他們的支持 醫護人員 那第二個事情 是小英總統拜託說過去一年桃園守住了國門最前線 現在讓我們全台灣一起來守住桃園 那這個很重要 通風期的新措施包括全市大型集會跟群聚活動停辦或延期 市府各機構場館一律實名制戴口罩 另外是市政府每天舉行防疫的這一個會議 那十一家責任院停止探病 陪病要採實名制 市民活動中心老人文康中心暫停租借 商場市集停止四次試用強制戴口罩 全市三百六十處人潮聚集點全面性消毒 院長 這個這樣做還有要補充嗎 其實中央指揮中心跟桃園市政府這樣的做法已經相當不錯了 那如果讓我們全民都跟大家剛剛所提到一樣 全民都一起來努力鎖住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 一個月內應該可以看出很好的成績出來 是 那這個按照中時信聞網說 有一位桃園醫院的醫師落淚的說 每天都要承受巨大的壓力 包括民眾的質疑 卻看不見終點 只要一有喉嚨痛或咳嗽就會懷疑是不是確診 那這個醫師無奈的說 也不知道要堅持到什麼時候 但因為是家人的後盾 所以他也得堅持下去 也怕孩子因為自己的職業 而遭受外界異樣的眼光 那請教這個院長 什麼時候是終點 這兩天都國內零確診 那看起來不像一開始想像那麼嚴重 本來兩個禮拜前我也在懷疑說 哇糟糕 這個好像不是插管造成的 那有可能是有已經有院內感染的可能性產生 接下來如果說還要找不到原因的 來源的搞不好也有社區感染的可能性 可是這兩天看起來好像是沒有那麼嚴重的感覺 所以一開始做法 其實不逃的做法 我兩個禮拜前就開始聞到那個味道 就是封院的味道了 只是表面上沒有講出封院這兩個字 但是他只進不出 其實就是封院的第一個做法 然後再慢慢的把病人弄出去做治療 出不進 出不進 就是讓所有的病人都出去外面做更好的治療 然後我們自己的同仁再進來做好好的隔離觀察 這個跟我們最後一次SARS的人際醫院 其實是一樣的做法 也就是病人送去治療 那時候的封院是這樣做的 目前布桃封院其實也是這樣做的 所以看起來這個步驟一步一步再進行 然後全市的市民大概也都很安心 在過這樣的生活 少不了有一些口水 但是至少大家都有共識說 撐下去一個月可以的 所以你感覺是沒有 本來你判斷得那麼嚴重嗎 對 那你覺得還要撐幾天 在兩個禮拜內可以看出端利 一個月一個是最保守 這是過年前 如果都沒有出來的話就穩了 那請教一下 吳醫師 你覺得過年前大家你知道嗎 買東西 買東西 回返家的返家 會不會是一個大的破口 其實我覺得社區其實就沒什麼病毒嘛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是真的要安心 那這個病毒看起來有一些原則 我想大家應該也有觀察到 空間 開放的空間 他不太會傳播 這為什麼從這當中得到驗證 因為鑽石公主號那些人的足跡 跑去有份 跑去到處去玩 看起來開放空間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墾丁 墾丁那個很開放的空間 其實雖然好像很多 可是其實沒事 我們從這當中一些巨大的一些事件 其實可以得到一些理解 這病毒看起來要密閉的空間 近距離的接觸 然後那你可能觸碰到你的這個黏膜 眼睛口鼻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會中降 我想這個他不是像SARS一樣 那麼兇猛 一中了以後死亡率是六七成 那所以說 死亡率10% 六七%吧 我是說之前的SARS 201300那個SARS 是的 死亡率那麼高 是的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COVID-19 他目前就是說大概1億人得了 那死亡率是200多萬 所以大概是2.1%左右 那所以說這個數字大概應該已經算是相當SARS的 非常非常可靠的一個數據 那所以說像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這個剛剛講到這個 不知道終點在哪裡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SARS的時候 那時候從三四月到七月搞了四個多月 我四個月住在醫院的宿舍不敢回家 那時候就是每天SARS的時候 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遙遙無期 不知道終點在哪裡 那時候真的是很痛苦 那每天查房就是怕得要命 然後很怕說我們醫院 因為只要我們每個發燒一進來 就當作是SARS了嘛 所以都一直要檢測出來是陰性的 所以才解除 那所以說我是覺得說這個終點 因為現在已經搞了一年多了 看起來就是可能就是流感化了啦 大家可能要把這個防疫 可能也許要1年2年3年 大家都把這個事情放在心裡面 然後久而久之我們大家也知道說 這個生活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因為這個疫情給大家帶來什麼好處 就是說那個流感的事件 我們從健保局的這個申報的點數來看 它降低了七成 因為大家都戴口罩 大家都戴口罩就傳 雖然小兒科 那個家醫科內科診所 因為這樣子生意就變得不好 但是其實這是好事啊 那我們大家好好的做好這件事情 那可以防止很多那個感冒 其他傳染病啊 那其實這也是好事啊 所以說 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是的 那所以說我們大家好 可能醫護同仁 大家 其實大家久了 耳朵耳朵了 慢慢習慣了 那應該對於這樣一個疫情 應該是用這樣的一個健康的態度來面對 那我請教這個吳醫師 因為這邊 中的都是在米洞 六米 七米 九米 十米 那可是 我們最緊張的這個病例八八九 他在十二A 這個是我畫起來的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不過他中間有個走道 那你判斷這個人是怎麼會中 我告訴你 這個大家可能沒有仔細在 在看這個這個過程 我問你 這個要出院 假設他 假設他可能是出院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可能要按電梯 櫃檯結帳 對 按電梯 櫃檯結帳 然後前面的人 你看櫃檯小姐一天辦結帳 可能辦一兩百個 只要其中有一些人 有一個人是帶著病毒的 可能曾經有帶過病毒 然後這是當中手上 我接觸的一些東西有 然後交給櫃檯的結帳小姐 櫃檯結帳小姐摸了以後 他也沒有馬上去洗手 為什麼 洗手的設備都是在我們醫療區 我們接觸病人前後都要洗手 那這個東西可能會接著 這個電梯的按鈕 然後這個一些紙張的一些傳遞 就帶回家 帶回家以後有些人 我們大概像我回家 一定是拳頭洗到尾換衣服 那如果是你回家沒有馬上洗手 又拿吃的東西 又抹眼睛 這當中 你可能那時候就把病毒帶來 那這麼危險 為什麼只有SRA這個病人 其他出院的都沒有那個 對 所以說這個就是病毒 可能有它的量 那你抵抗力比較不好的時候 或是真的是洗手沒有徹底 你就中了 大家其他人 大家有防範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OK 好 因為也因為這個病例說 因為不知道感染源 那所以呢 這個楊智良前署長 這個炮轟我們的指揮中心隱瞞 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 那楊智良斷言 因為不明的感染 所以台灣超過五成會惡化成日本 那歐巴成日本到底有多嚴重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進廣告 這個是台灣 因為桃園醫院的狀況 1月12號 發現了兩個本土病例 就是838 那開始就有一些人隔離 那1月12到1月23之間 增加到13個病例 那隔離了967個人 到1月24號又增加了兩個 所以變成15個 那這一天我們就預估說 那我們要隔離5000位 隔離5000位 因為這一天發現了這個889 那王委員剛剛講很高興 就是長 這個零病例 本土病例0 本土病例0 大家很高興 今天又是本土病例0 那麼預估隔離5000位 在昨天已經隔離了2991位 今天再隔離到3000多位了 這就是台灣的這一個速度 可是楊智良說我們會惡化成日本 他怎麼說呢 來前衛生主管楊智良直言 台灣疫情未來兩三個月可能惡化到像日本一樣 因為布桃的病患的感染源 從哪裡來的完全不知道 楊智良說 布桃的患者 就是這個889出院很久才確診 還傳染給家人 但病毒從哪裡來的完全不知道 遇到這種危機 讓楊智良直言非常有可能 有五成以上的機會 將近55% 我講了好多具體 55% 我們未來兩個月三個月的 就會跟日本差不多 楊智良一席話 因為他是參加節目 他說其他來賓 驚呼連連的說 署長你不要嚇我們 楊智良說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可以隱瞞很多資訊 像是核酸跟抗體塞劑有多少 來源國產還是進口 疫苗什麼時候會有會有等等問題 到現在都沒有人知道 別的國家透明公開 台灣做法卻不同 這是機密嗎 那麼確實全世界的疫情非常的嚴重 今天正式累計確診破1億 026萬9千多人 那麼死亡已經到214萬8千多人 那可是台灣這疫情 在全世界還是非常優秀的 那這個楊智良講的有沒有道理 等一下我們討論 我們先來看VCR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李院長 他沒有台灣的變一本嗎 不可能 你副署長跟署長對抢 我不敢 這個比較專業 他是我的老師了 你的老師喔 我們在公務學院裡面 都來了教書 算起來編分上是我的老師 當然他講話常常有一點炮醒了 就是會比較直接就講出來了 但事實上 怎麼可以 署長要做過署長的人 就是要很謹慎 事實上有一個也是署長 也算是被分上秀學長 葉金川 那其實我們兩個人 我們幾個人都在同一個群組裡面聊天 上次那個群組 你也在裡面 我也是在那個群組裡面聊天 聊天我看到這個故事後 誰傳出去了 糟糕了 我說絕對不是我 絕對不是我 自己要去澄清 不過以台灣目前 我剛剛講過 我們的指揮中心這樣的做法 一步一步來穩扎穩打的 只要讓國外的不進來 我們國內的 大家要提高警覺 這是我常常講的說 我們身為管理者的人 他講話這麼誇大 以後誰聽他的 他還指控隱匿 對啊 他還指控隱匿重要資訊 這個是這個是在指控別人 沒有根據的指控別人 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今天的日本 日本累計364,800人確診 我們累計890個人確診 我們今天增加一個境外移入 日本今天增加4,152例 我們累計死亡7個人 日本累計死亡5,084個人 日本今天死了 因為五萬肺炎 死了65個人 再請教吳醫師 我們會變一本嗎 不會啦 不可能啦 大家都這麼小心 防範的措施這麼完善 明天吃的標題有說 吳醫師打臉楊志良 這不是打臉 這是其實我們 還是有一些依據的 因為你從過去 我們這一年多 這病毒是這樣子 有頑強的 傳染力這麼高的 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都能夠做得這麼好了 從過去的這些時機 這就是evidence based 那所以說 其實真的大家不用太恐慌 那我們有隱瞞嗎 這應該沒有什麼隱瞞 其實講到疫苗 其實我有一些個人的一些看法 其實如果是老實講 現在疫苗來了 要叫我打 我也會不想打 我老實講 因為我們能夠做好防範最重要 你這個疫苗 還不是那麼可靠的情況之下 我真的是不會建議說 貿然的就開始打 因為這個我覺得 覺得真的太冒險了 因為一年 我覺得楊志良這樣講 是非常沒有道德的 我覺得因為你是一個 台灣很多醫師的老師 你在台灣有一定 相當程度的專業的 大家對你信賴 你又當過衛生署署長 你的專業 在支撐你的講話 所以大家會相信你的講話 對 那你今天請問 你有什麼證據說 台灣會有 變日本 變成日本 如果兩個三個月 沒有變成日本 你要怎麼辦 你要切副嗎 他會說是因為他提醒 不是 這不能 真的 何一哥 不能這樣講 今天如果我們坐飛機 我旁邊是一個飛行員 他是機師 他說 我告訴你 這飛機等一下可能會墜劑 我會不會相信他 會啊 因為他專業 他專業 那我全機 大家不是緊張死了 這飛機還不要起飛 所以你今天 你是在用你的專業 你不可以講 這種不負責的話 有多少人會害怕 現在日本的情況 現在日本已經是 醫療崩潰了 我們看到日本 現在有一萬五千個 已經得到武漢肺炎的患者 沒有醫院可以去 在街頭爬爬罩 這些人多可怕 東京都有七千五百三十九個人 比上個月增加了 等病床 就沒有病床 增加了將近四點八倍 然後整個醫院 基本上已經整個的 完全是崩潰狀態 醫生落跑 護士落跑 這個情況 我們能夠跟日本一樣 如果今天我們跟日本一樣 那這個慘狀 大家怎麼辦 趕快去買醫護用品 因為我們不曉得到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拿今天的日本 是明天的台灣 這樣的說法 這個四個字 唯言聳聽 所以我真的不曉得 我就覺得說 楊志良 你拿注意的證據 你不是學統計的嗎 你告訴你是用 什麼樣的數據 去討論出 這樣的結果 你怎麼樣去 模擬出這樣的結果 你要告訴大家 你不能說謊話 我們就一樣成為日本 嚇死人了 那大家看到現在日本的慘狀 那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有這樣的專業 你讓台灣民眾對你相信 如果你這樣做 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如果到最後 不曾如你所講的 你要不要從此 退出這個評論的這個舞台 你是不是從此 你就不能再講話了 我這樣變成你一直在製造 我們就恐慌 我坦白講 醫療跟防疫 應該是一門科學 科學建立在統計的數據 跟真實的狀況 請楊志良告訴我 你這個推理來自於哪個數據 哪至於哪一個真實的狀況 如果沒有 你就是信口開河嘛 你上一次已經犯 他曾經鼓勵過中國疫苗不錯 他忘記衛生署 他在當衛生署長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法律 就禁止進口 中國製造的血清蛋白相關的產品 就表示你在講話完全不精準 你知道法律是禁止的 你又要去稱讚中國 又要進來 買不到 他那時候講是 不跟中國買買不到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我們衛福部 我們COVAX買到了 我們跟某兩大廠也直接談到 那他一直要求透明 我問了陳時中部長 他說有一個國家 就是會阻撓台灣買到西方的疫苗 那個國家大家都知道 那個國家叫中國 所以我們 那陳時中在記者會 已經曾經說過 最快三月份會送來 那你現在講不透明 什麼時候來都不知道 你是真的不知道 還講了不知道 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 該吳醫師講對了 我聽到很多 甚至於專業的人都在講 台灣還好守得不錯 我們暫時又沒有要出國 我幹嘛急著打疫苗 醫生也許面對防疫 需要要求強制你們打 你不肯也是要打下去 但是我就說 那喝起來收得不錯 我不用出國的狀況下 等一下嘛 我們台灣是因為守得不錯 有本錢 慢一點再打 我不曉得楊智良 現在一直吹著說 疫苗在哪裡 趕快把廠商交代出來 你是要急著趕快打嗎 那剛才 其實楊智良這種說法 最近 我不知道他們是約好的 還是怎麼樣 沒有根據著去攻擊 指揮中心隱匿 這個事情比較嚴重 我們一年多來 為什麼會相信這個防疫體系 我信任他 因為他沒有騙我 因為我們資訊透明 因為這群醫療人員 沒有用政治考慮 可是現在有一群人 類似楊智良的人 拼命說你們是政治防疫 是誰 吳思懷 一個完全不懂醫療 跑去聽習近平講訓的人 在指控我們的防疫指揮中心 政治思考 楊智良說你隱匿 我還是回到說防疫是科學 你拿出隱匿 你在指控誰 台灣的哪一個醫師 哪個護理師 面對疫情 他冒著生命危險都在防疫的 他會隱匿 哪一個患者自己生病了 去看病狀況不明 或者被要求隔離的 他還會配合政府說 我不要說 大家都不要說 沒有這種事情 不能胡說八道 不過我覺得楊智良 他說這個隱匿 這是很嚴重的指控 對 那你直接說 禮拜天這個889出來了 因為全民恐慌 所以這兩天的零確診 都是假的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都是民進黨政府 為了要讓大家心安 陳時中為了要 讓大家好像說 這個也沒有那麼嚴重 故意隱匿 難道是這樣嗎 他指控哪些醫檢數 所以你要講出來 你不能叫做一句話 那這個對陳時中 也是不公平 所以我覺得講隱匿 是很可怕的 我想請教吳醫師 你覺得醫界 每天的確診數 還有整個過程 會有辦法隱匿嗎 應該是沒辦法 為什麼沒辦法 因為目前合約的 能夠檢驗所 大概就只有20幾家而已 全台灣 P2以上 是是是 所以說這個東西 都要經過一個認證的 那確定說要兩次的都是陽性 他們才會發布 而且現在檢驗所都不能夠自己去發布 所以這都有一個 double check的一個機制 所以說我相信這個目前在台灣 今天能夠進步 是因為公開透明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機制 我們早就跟大陸一樣了 所以說真的大家應該要相信 我剛才講說最近這個氛圍 連勝文 這一群人 同時都在攻擊防疫指揮中心隱匿 我不認為這是偶然 我也不認為是個別人的意見 如果大家忙著在防疫 大家只救疫情來防疫情 卻有那麼一群人以攻擊防疫指揮中心隱匿 而且是串聯起來一個接一個講的時候 我覺得全民為了自己的安全 為了自己健康 要幫防疫指揮中心去對這些樣的人 你不只是唾棄他 你要點破他 因為大概就在最近這三個禮拜 好像約好的一樣 一個接一個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隱匿 罪不可設 如果你沒有證據 用政治操作方式在攻擊 而這個攻擊可能會導致我們防疫上的拖累的話 這個人就要求 中國會去宣傳 然後會變成世界性的這個新聞說 台灣的前署長指控自己的防疫指揮中心隱匿 然後這個說 這個台灣其實很嚴重 可能會惡化成日本 這個其實不是 這不能夠亂講的 我可以亂講 衛生署長 前衛生署長不能亂講 我跟大家報告 我認為世界的疫情 目前看起來有一點降下來 因為我們必須要用科學的數據 最高的時候 大概七十幾萬人一天增加 現在變成四十四萬 西班牙最嚴重 我說西班牙現在還是一天增加三萬八千六 美國最嚴重的時候有三十萬一天 現在剩下十五萬 那不是說不嚴重 還是嚴重 只是說我覺得有一點降下來 其實這是好消息 那吳思懷說不可以隔離 五千人隔離 家事誰來做 誰去買菜呢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祖漢 你這麼年輕 你對這個這樣的評論有什麼看法 我是覺得最近看了不管是吳思懷 邱淑提 楊智良的這些發言 我是覺得這些政治的口水戰 我是覺得沒必要的 讓防疫我覺得應該回歸專業會比較好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